在這一場運動上面 很清晰地 這個不是政治上面的分歧 不是政治上面的不同 而是一個良知是非的區別 各位 林鄭月娥推一個反送中修例 挑釁我們香港市民 無視我們的民意 她9月4日宣布 是會願意撤回這條條例 到今天都還沒做的 這一場運動還沒平息 林鄭月娥就硬推另一條的法例 10月1日 警察向學生的胸口開槍 我們全個香港 都感受到那份強烈的痛苦 我們的政府 為何要將我們的年輕人 趕盡殺絕 還嫌年輕人犯法 為何要做 為何要告最重的一條罪 9月4日 我們的社會 稍微 平靜下來的一刻 林鄭就硬用這個緊急條例 去定立蒙面法 她就是主動向香港的市民下戰書 主動去挑釁一班的年輕人 各位 這一個不是政治立場的問題 是良知的問題 縱然她可以滿口操言 但是她不能夠侮辱我們 因為我們是站在良知的一方 縱然在這場運動裏面 我媽媽被人問候一萬次 我相信 我的家人都會跟我們站在良知的一方 為香港市民 為人權 為民主 為法治 繼續堅持發聲